李家村有个叫李福的人,凭着老人留下的家产和自己的勤劳,日子过得十分富裕,可就是结婚三年了,没有儿女,俗话说,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。 夫妻俩很是着急,他们到处求医拜佛,也无效果,一天他们拜佛回来,在一条山路上看见一个不到一周岁的孩子,躺在路边的草地上哭着,他们急忙把孩子抱起来哄,说来也快,孩子很快的就停止了哭声,脸上也露出了笑声,他们就坐在路边逗孩子玩。 可过了半天,也没人来找孩子,眼看天快要黑了,他们只好把孩子抱回家。 到家后,李福的媳妇王氏换尿布时,见孩子是个小子,高兴坏了,他说。 这一定是我们拜佛感动了神仙,神仙送给咱的儿子呀,咱就把他收下吧。 李福说,不行,谁家丢了孩子,能不着急呢? 咱得找到他的父母,把孩子还给人家才是。 王氏说,那要是找不到他的父母呢? 李福说,如果找不到的话,咱就留下。 李福到处打听谁家丢了孩子,可半年过去了,也没有阴性。 他们就把孩子留了下来,起名叫天赐。 起初,王氏拿天赐当宝贝,十分疼爱。 又怕冷又怕热,照顾得十分周到。 后来王氏连生两个儿子,起名叫大宝,二宝。 慢慢的王氏就有了偏心,越来越看不上天赐了。 好吃的好穿的,都仅大宝和二宝硬。 稍大一些,大宝和二宝都进了叔叔读书, 却让天赐跟他们下地干活。 活干不好,不是打就是骂。 幸好有李福时常护着天赐,李福两口子,因此是经常的吵架。 一转眼,天赐已经十四岁了。 一天,天赐对李福说, 爹,你和妈总是因为我吵架,这样下去不行啊。 不如让我分出去吧。 李福说,你还小,还没有成家呢,怎么能分出去呢? 天赐说,爹,你只要帮我盖一个窝棚,我就能维持生活,就这么办吧。 晚上,天赐就把这个主意和王氏说了。 王氏想,分出去也好,省得还得给他娶媳妇。 就说,天赐,你要分家也好,可是你知道,你不是我们轻松的,我们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也不容易。 虽然,你这几年帮家里面干了不少的活,那也不够你这些年的费用啊。 你不能再分我们的家产了。 李福说,那也不能让孩子空手出去啊。 爹妈,我什么也不要,你们就帮我盖个窝棚就可以了。 王氏说,这可是你说的呀,我们帮你盖个窝棚,你就出去。 不过以后啊,你也不要叫我们爹妈了,就叫叔婶吧。 天赐说,不,你们永远是我的亲爹亲娘。 王氏把眼一瞪说,我叫你叫叔婶,你就叫叔婶,哪那么多废话。 天赐不敢再说话了。 天赐在山脚下选了一块地,在李福的帮助下,改了一个窝棚。 他就给李福两口子,磕了几个头,搬了出去。 天赐在山上挖野菜,摘野果,采野蘑菇,砍柴,打野兽,留够自己家用的。 他把剩余的都拿到集市上去卖了。 一年,天赐在山里看见一个人在上吊,他把那个人救了下来,问道, 你为什么要上吊呀? 那人说, 我是收山货的,我把本钱丢了,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了。 天赐说, 钱丢了没关系啊,我家里有一些兽皮,野干果和干蘑菇。 你在我家住几天吧,我再到山上采一些草药,就够你拿的了。 我设给你,我还有一点积蓄,你拿着做漏费吧,等你下次来时,就一起还给我。 那人看了天赐一眼,说道, 你真是个好人,咱俩摆靶子兄弟吧。 天赐说, 可我是个穷小子,配吗? 那人说, 怎么不配, 就凭你这一副善良的心肠, 就是我高攀你了。 于是两个人摆了把兄弟, 那人叫刘山, 比天赐大, 是大哥, 天赐大,